官府推動、保理庭、福興文庄庫開發 上官工庭已經接近完工的改端 看好文庄庫未來發展 政府也這支金座自比金管設計和環境改善 目前上東受到歡迎的林哥坡坡丁山坡德 因為環境加水到山頂還可以興奮到保理本地的美景 政府是這支金座改善行業的設施和環境 他過里尾媽文君的專利學組 交通報官工序、九州專家來會簽 馬辛洛會補助最關的經費 報道起點就是地名的林哥坡坡 遠路都是怕在拍不到入頭的手中 感覺是非常涼爽 來到山頂的土地公廟 可以欣賞到保理本地的經濟 那就是海棠的廟,廟在這裡 很大,這是地圈 以前可以收成大山這邊起 可以跟林小殿起 林高坡坡也剛才在這裡 剛才來到這裡休閒的人 走到很多人 都外面的人來走,都網路看到 都外面的人來很多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在這條報道做出來 對對對 現在是說我們做步道 做起來到林頂那裡有一個 特輪一個平台 在那看中國報律都看得到 可以在這裡看報律 三百六十多的市場 而且還在我們林高部部 我們的清水工的上遊 其實這裡的分多金 跟國防都很好 拜託我們馬立委 跟我們高通部觀光局 來可以正出經費 將來我們文座區的開發 之後 我們的遊客 有一個很好的去處 地方正出改善步道狀況 正設環境台 跟便所頂公共設施 管府已經完成初步幾歲 透過立委馬文君的協助 正出交通部觀光局補助經費 大概有一千兩百公尺 那我們的寬度大概是兩米 我們會沿著這個地形 以減量設施 以不破壞生態 然後來做 用枕木的這個步道 然後比較屬於生態型的一個工法 來施設 我們也希望說可以結合 到周邊的理由的景點 來做一個開發 低密度開發的一個步道 我們希望說 很快由管府來提報相關的協助 觀光局協助我們來 補助相關的經費 那麼快要來實施完成 很多人都會幫 接受立委馬文君要請 交通部觀光局局長頂釋蔥 鑽停實體會寒 實在驚安步道鑽停 對步道的天然環境 跟發展實力是相當厚落 後續呢 我們會走以來協助 由藍頭先生們這邊 來施作 來發包施工 那麼我們期待 大概明年度 能夠把這個步道整建完成以後 提供優質的這個 三月旅遊的這個活動 今年是觀光局推動 一輛山脈路遊年 觀光局認為這條步道 對推廣保理燈 收納路遊有很大幫助 希望明年可以完成 改成工廳 大動地庫觀光路遊發展 接下來紅椒是彩虹報道 我不會拍到你的那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